去廁所會經過一個木座長廊 然後南側 廁所憧憬竟然看得到101嗎 可是這也是宜蘭耶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三五旅遊區 我是Ted 今天終於來到了 最近打卡抄襲熱門的景點 黑宅咖啡 據說老闆非常喜歡黑色 所以把這整個建築打到都是黑色 然後很多是黑色的主題 就在我們後面 我們現在趕快去看一下 位在頭城的黑宅咖啡 顧名思義 唯美夢幻小欣欣是沾不上邊的 幾乎百分之百黑色建築外觀 讀書一格座落於綠油油的田中央 是現在熱門的打卡地點 我不是網美都被他的外觀燒到啦 慕名而來 當然也要帶同行的同事們 巴木共賞 畢竟他們才有網美的風範啊 店內的裝潢一貫黑色系風格 搭配木質的桌椅擺設 整體質感很有歐洲的風格 據說老闆原本是設計師 到處可以看到設計人的品味和巧思 樓上是民宿 與咖啡廳共購的概念 夜晚聽蛙名殘叫 請了就吃黑宅的brunch 套餐行程已經幫各位安排好了 有機會的話我們也來住住看 現在我們就來幫大家吃吃看 18年7月才剛推出不久的 秘製黑炸雞 選用新鮮溫體雞腿肉 以多種法式辛香料醃漬入味 最後再精準的控溫油炸下 造就外酥內坦芽的多汁口感 頭塞咧啊 咖啡的部分先選咖啡豆再選做法 克制出美味客人獨特的品味 我點的這杯黑宅10號卡布君喔 我個人是愛好偏酸的口味 整體感覺完全在水準之上 絕對不是須有機表 最後喝完咖啡必做的一件事情 割蕩的不是鞦韆 割蕩的是年輕的瞬間 看著遠方夕陽 與一望無際的庭園風光 嗯 算了還是換上妹子們當的畫面好啦 有興趣的朋友 大家就自己來體驗一下吧 我們今天介紹黑宅咖啡廳 告一段落 各位朋友如果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還有訂閱喔 謝謝大家的支持 大家再見 掰掰 作詞 desde Canal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